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70亿户受灾相亲 协助他们度过艰难时刻 一场暴风雨过后 许多鸡民家的屋顶都被吹走 甚至倒塌 导致部分鸡民无家可归 满目创意的景象都让人看了疑心不忍 家里没有受灾的杰拉玛 因为母亲申请慈祭的免费洗肾服务 而认识慈祭 看见熟悉的蓝天白银 他主动带领志工前往看宅 在当地的民众会堂进行发放 念诵慰问信 志工弯腰送上慰问经 这一切都让在地村民看在眼里 暖在心里 在前一天志工来到灾情比较轻微的安南武吉 看到志工不辞劳苦 挨家挨户前往慰问 感动了受灾乡亲 以小小的力量团聚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也发个慈悲心 将来会跟着慈祭 这样去协助一些更需要的人 天灾无情 人间有爱 这份互助情谊就是灾民重新建立家园的最大力量 待新闻谭鲁卓尤金贝 马来西亚吉打采访报道